手機掉出來啦 到底是情報我們準備要留室等號 還是會在當手嗎 還是會選擇洗碗嗎 他說 有信心自己不會被壓嗎 出發出不來嗎 有點好 老公說怎麼來就把他那裡 出發嗎 老公說怎麼來 有打算說什麼來跟把關證明你的清白嗎 主席有信心嗎 到出門去見誰 有沒有跟佩琴說什麼 你們可以看到我柯文哲穿的鍵盤 可以看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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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走在前面 而 綠是 走在後面 那他是臉上 雖然是在主席 但 14 五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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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擔心滑蟲 謝謝 你要小心 我怕你會跌倒 你好 我怕你會死 我怕你會死 你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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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要我擔心 請看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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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醫生、醫生、醫生、醫生 要安排地鐵販 地鐵販什麼時候 我後來發現 他們到我家 把我們的USB還有那個USBディック 跟硬碟 還有就是到我們辦公室 把我們幾乎所有的主要的 不管是硬碟或USB 全部收走去 比照鄭文燦的案子 他們是第二天就抵抗到 為什麼我的還會拖這麼久 我知道他們應該很動用所有的力量都在研讀那些電腦裡面的資料 反正喔 除了三大案 政治獻金 還有那個低果菜市場魚市場那個案子 這個國家有很多事情要做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人才 核電 勞保 健保 一大堆 高齡化 少子化 靜靈碳排放 作為政府 你知道 應該每天去認真工作 現在不是 你們已經從負面選舉走向負面政治 什麼叫負面政治 你們大概現在動用全部國家力量 在很認真地研究柯文哲 我也猜啦 你們昨天沒有抗告 應該是大家連夜都在研讀那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看能不能從裡面找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對我來講 我坦蕩蕩 但是你們這樣找東西 以後再被檢兩天的經驗 你那個資料這樣臭臭臭 自己要編故事 太容易了 今天那個名嘴每天做的事被掃掉嗎 那你們怎麼變成 整個台灣 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 變成跟名嘴一樣 每天在那穿著護費在在在 不要說抹黑啦 就是這樣編故事 這是國家要的嗎 所以我都覺得這樣啦 反正我就照常工作 我也不希望啦 有一天台灣有罪的定義重新改變 什麼叫有罪 你知道 民進黨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國家不應該是這樣 台灣花了三十年才走出那個 國民黨的黨國體制 所以我今天看到什麼 民進黨變成新的黨國體制 今天台灣民眾想想看 今天司法跟媒體不是政治工具嗎 這是我們要的嗎 這是你們對得起當年二三十年前那些民進黨的前輩 還有 欸 二十年前我們是支持民進黨的 那你們已經變成新黨國體制了嘛 再問你一遍 今天 司法跟媒體不是變成統治的工具 變成政治工具 我講錯嗎 啊 怎麼會國家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民進黨要去跟老百姓去反省的 因為這幾天其實是在我家收集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們都在他們這樣 所以他們沒辦法出錢 然後因為記者在底下影響到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知道如果柯主席跟老百姓家 你們今天大概就打進去 並不通通 而且可能也可以找到那些 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出錢 好 謝謝 謝謝大家在這麼晚的時間才會聽得到這裡 本來 如果司法單位有問題可以傳訊我 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時間 然後出動用搜索的方式 去搜索台灣主要在野黨的主席的住處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 特別是去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無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在搜索以後查扣手機跟硬碟 在馬裡面的資料去編故事 在這兩天當中可以說是極盡壓迫跟靈虐 在最後答辯的時候 我直接跟法官講說 所有的精華層840%容積率 840%容積率 其實當年在送公開展覽以後 在轉送都委會 在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我完全沒有去過問 因為作為市長不應當去過問單一個案 所以後來那個容積率840%了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十二今年三四月間 媒體開始鬧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知道說這個案子的容積率是840%了 所以跟他講說 這個案子其實也沒有 也在目前所有的證據 也沒有證據說柯恩哲有去干預過這個案子 最後在答辯的時候直接跟法官說 從檢察官這兩天的詢問方式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態度相當明確 所以我跟法官說 請你不要為難 其實這次 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的壓力 好我們回去 請各位回去休息 謝謝今天 我覺得這個法官算是扛住所有的壓力 但是要謝謝今天所有在場我們的支持群眾 謝謝你們 我們大家辛苦了 請大家平安的回去休息 好謝謝大家 在這邊我要很沉痛的說 我覺得一路上這個民主 被這個民主進步黨放在嘴邊一路講 我今天就要公開呼籲對賴清德喊話 你不是最重視程序正義嗎 請問一下 今天柯文哲這個案子辦到現在 所有的偵查不公開在哪裡 這哪來的程序正義 賴清德請你檢視一下 你不斷的要求立法院要程序正義 請問一下今天北檢 所放出來的所有的相關的這樣的訊息 所有的偵查不公開 請問正義在哪裡 你摸著你的心臟摸你的良心問一下自己 所謂的財產不明 根本就是綠色恐怖 他們找不到不明的金流 找不到不明的財產 竟然找往生者來羅織罪名 如果說要兜一個金流 要兜到當事人已經過世的岳父 還健在的岳母 把它講成是已經過世 要來扣柯文哲圖利 收賄重罪的帽子 兜了老半天 金流兜出來了嗎 數字兜出來了嗎 還是要找往生者來做文章 要找柯文哲的岳父岳母 來羅織他的罪名 請問大家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就到這邊結束 我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已經到這邊結束了 外交在關心純大筆現金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說 你現在是為什麼要特別的 影響我們的記者會流程呢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呢 我們繼續在一起 劉慧 香港人 真的沒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 這麼想跟他 就是 如果我們在一起 你會受傷了 我們就再寫 我們就不覺得 然後 我們就很好 我們就好 礼你 我們就好 我們就是好